8月22日在湖北武汉 餐饮店老板陈女士上传视频 爆料一大妈连续两日来店 偷拿椅子卖给收费品出 视频中大妈趁店家未开门 连续偷拿十多把椅子 最终被抓了个现行 然后发现那个椅子不见了 一看然后就是那个大妈 把这个椅子搬走了 那个地方有一个收费品的 我当时有可能觉得 他应该是把椅子拿过去卖了 保安队长就去那个收费品的地方 然后就看到我们的椅子 当时发现没椅子的时候 我就直接不停了 椅子我拿回来十二把 还有两把 不知道去哪了 然后第二天早上七点多钟 他又跑过来 因为我们外面还有椅子 他又跑过来出 直接被保安抓了信息 保安就直接把他送到其他局去了 我看他六十几岁的年龄们大 然后就坐在调节 还有两把椅子不是不见的吗 然后他就赔了一千块钱 因为他废品的那个地方 也给了他三百五嘛 也要把那个钱还给人家 因为我们现在武汉的疫情 本来我们商家就不好住 还抽我椅子 那个椅子买的时候都是三十千块钱 我觉得这个行为蛮恶劣的 社会灰色文化亚文化 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就是你必须要去 人际关系啊 送礼啊 你排斥的这些东西 恰恰是要你需要去学的东西 有市民反映 抖音账号名为我叫沐雪的主播 在直播中公开宣扬向领导送礼 并口出不合适的言论 该主播称送礼文化是真东西 社会灰色文化亚文化必须要学 该主播的直播间有粉丝261万 视频内容主要是介绍职场上的一些为人处事 每晚八点半直播 其橱窗内主要是销售成功学的教程 并受到网友好评 送礼你连接到一个有能量的人 比你认识一大堆同事都要管用 小菜鸟送礼总是觉得呀 有钱就能送出去 但是真的去送的时候 往往被拒绝 为何被拒绝 不是领导装 也不是人家不想收 是因为你的方式是错的 领导不想要不属于他的东西 有多少财富就有多少秘密 你看着一个人很傻 但是他赚的钱比你多 然后呢你也心冲冲的去做了 结果你发现你自己连傻子都不如 有一些人啊靠秘密活着 有一些人靠垄断活着活着 我讲过一个故事 领导有个茶叶店 你去他的店里买茶叶就OK了 茶叶买多了 你是领导的VIP客户 领导自然会联系你 你非要送礼给他 他不会要的 会把你撵出去 因为他只想卖茶叶 你想调动工作 领导说你很优秀 不放你走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要你的东西 要你给他送礼 你看 求人没什么用 送礼啊送资源啊分钱啊 这个才有用 越往上走越是没有道德 只有底层的云云众生 才需要道德盲目 你愿意待在哪一层 请你试着 你试着 随adi 走 刚操